近日,成龙豪制3000万美元购买的巴西制造的豪华客机,机身上彩绘了两条巨龙,机尾还漆上龙字,中间的英文是成龙的英文名字Jackie,而机头则是缩写JCJET。 据知,在成龙效应下,厂商至今在中国已收到13张订单。 这架客机并不是成龙的首个空中作驾,而私人飞机也不是成龙的独家专利。 陈道明、赵本山、冯小刚、张子怡等等娱乐圈大腕,都是空中作驾俱乐部的成员。 知名大导演冯小刚的N7256C,价值1000万,经常放在机库里,有重大活动才出没。 国际巨星张子怡私人飞机同样阔绰,据悉,他的私人飞机是一款名为活塞TB9的飞机,价值在5000多万元左右。 国内实力派演员陈道明演戏没得说,用老戏鼓来形容他一点也不为过, 让人没想到的是,他竟然是机场的钻石会员,他的私人飞机可以在各国任何机场降落,待遇可见有多么的好。 周杰伦的波音737飞机价值1亿元人民币,对于资产几十亿的他来说,这只是毛毛细语。 一年的广告费和演唱会就能搞定,可见周董有多么的潮流。 魂珠格格里的小丫头金锁,一转眼变成了国内数一数二的知名女明星。 范冰冰的财富也随着名气一路奔跑。 为了出席活动方便,范冰冰更是买下了2000多万元的小型豪华飞机。 刘德华演唱会经常在全国进行,为了能快速完成巡回演唱会, 刘德华不得不经常租借私人飞机在演唱会城市之间飞行。 赵本山花近两亿资金购买了一架个人专用客机,用于日后出行。 据悉,2009年初,赵本山与加拿大一家航空公司取得联系, 特别定制了一架17座的小型客机,总价值近2亿人民币。